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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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綜藝這個咖之零度空間 我是製作人 我是Gay by Narnhk 那我是這個節目的主持人 我叫牛奶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 中部的一個廢棄的醫院 這邊是蠻陰生詭異的 然後今天我特別邀請了兩位 北部最有私利的老師 我們掌聲歡迎邀請他們兩位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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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這位是我們領口某間公廟的李老師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這位是桃園某間公廟的易賢老師 你好 大家好 今天邀請這兩位蠻有私利派 今天是要來幫我們做一些 現場一些感應跟儀式 可以讓我們在畫面中更精彩這樣 那當然是做這些感應呢 當然就是由我們這個外景主持人 來做一些嘗試這樣 那所以今天就麻煩兩位老師 讓這位外景主持人感受一下 這邊的震撼 沒問題 溫柔一點 OK 那事不宜遲 我們就直接進去 好 有了 開始了 offense... Bereich失憲 黃兒被按車 然後屏 infrastructure 你竟然就一直注意這個相況 不是 屏氣太厚了 再點佔蠟燭 這邊還有那麼多人燒過的箱 這裡是不是有被燒過 這裡應該是 有禮台 那是土葬之類的 這裡真的是1600 那是1600 要點藥 我要點藥 哇 好 這個比較有一點濕氣的感覺 濕氣 哪一個濕 就濕濕的 喔 或是濕體的濕 那是廁所 小小孩子有座椅 小小孩子有座椅 這一下樹的已經好近了 這一次叫不易 超級巨硬 這不錯 唉唷 這不錯喔 嗯 感覺到 還有鏡子 喔 有 鏡子 好啦 現在做改變 沒有 你是要做什麼改變 有鏡子就好用嗎 有鏡子就好用 有鏡子 兩位老師有什麼建議嗎 我就覺得 再走多一點就不錯 我是覺得 喔 喔 好 好理喔 不錯 有一個掌進來 對啊 這個黃金格 有一個掌進來 看起來像藍天空的樣子 他這地圖就很像 跟那個CS很像 跟那個CS很像 這好像是10喔 不要吧 這應該是7吧 對啊 可以開耶 哇 好多紅繩喔 這什麼繩 對啊 他沒有整隊的擺大珠 看一下 整隊喔 而且他槍上還有一個 一堆 一堆 一堆銀子耶 喔 喔 上一堆 我們都 已經乾很久了 我們這邊就一堆 紅繩 紅繩不是 那好嗎 這邊一堆白蛙 這邊一堆 所以這個門你會關著 是因為這些東西嗎 欸 這邊有東西 這邊有東西 拿起來都夾了耶 那樣子 不是不是 難怪是喔 蛤 欸 不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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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塞個紅包 所以 為什麼會有紅包 不知道 可能會有人 有些人是想要明文吧 在這裡搞明文 也因為其實 他當時應該是 因 他應該是用這個假人 來做招魂的儀式 所以做完之後 必須要把這個 這樣回向出去 不要塞 塞個紅 紅紙再打開 對 這個是不能動 對 對 那有問題的 小心 唉唷 這樣子 差一點就有老婆了 那就真的啊 就超自然研究室 你就真的 哈哈哈 那你要拆紅包嗎 我不拆紅包 我不拆紅包 對 不拆紅包 OK 那你就在這裡先做 把蠟燭還有金子 嗚… 這個現在滿可怕的 第一次 可能兩位法師 一起來這邊 然後搬來這個陣 不知道等一下會從鏡頭 那想問一下 李老師 剛剛做的是什麼 要有儀式 我剛才做一個 招臨的一個動作 照零的一個動作 那照五方的零 五方的零 把他找過來看 我們可不可以拍到一些零零的畫面這樣子 嗯 對 那萬一怎麼可能這樣會不會有什麼危險 還是還好 在這裡固定的還好 對 對 這邊的零還算友善 那剛剛那個房間那個空間 有沒有其他的零在裡面 那個空間其實還蠻多的 還蠻多的 對 那我們稍早拍到的那個 那個同零商業 嗯 也有 對對對 那剛剛那裡面的這個紅紅包 那個紅包是代表什麼 那個應該 這是之前他們做的 應該是由別的團隊來這裡做造零的工作 嗯 那那個紅包呢就表示 表示他這個 他的家人上 可能有一些零動的畫事情 可能有造成功造到鬼 然後會拍到一些零零的東西 所以他用紅包把它幫助 我們 因為我們一般在外面看到就是有紅包 就是跟迷魂有關係 對 他那個跟迷魂應該不見得 對 我會看你敢不敢打開這樣 嗯 那剛剛應該 看裡面中心的東西 應該要求我們外面 就可以去打開紅包 對 可是打開喔 打開這個還蠻危險的 嗯 還蠻危險的 對 如果他這個亡靈的話 硬要跟你靈魂的話 其實那個條件會談的比較不良 很難談條件 好 也就是說 他會 不小心就是去到一個軌跡 對對對 有看 對 那感覺好像也不錯 嗯 好 那我們就靜待 我現在真的好平靜喔 怎麼都沒有東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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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 剛剛 我發現這邊 蚊子很多 你們出去之後我一直被頂 這上面的蠟燭有什麼反應嗎 說明一下 說明一下 快看到蠟燭在晃動 但是 我以為只是風吹而已 晃動大小 是 你現在這個空間有風是不是 這應該是你 有風 對 哦 哦 非常慢熱的一個 對對對 對 阿明星那我們就先結束這個感應 好 我們準備下一個 等一下 噓 我聽到腳步聲 要 他關機了 他關機了 關機 關機 為什麼關機 為什麼關機 沒有按到 我們打 他自己關機 滿電喔 自己關機 他剛剛自己關機 對 其實是問題喔 應該沒有吧 怎麼讓他做 真的沒有全肉拉 然後他有說什麼 行往後 你走 小心 內有餓鬼 是網了方向 他也沒有指 什麼 什麼 那要走 那個夢魘 嗯 那個危險人 拿走 他跳 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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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好 這不好 我這個大圖 動很快喔 這東西在接近喔 如果跟這幅畫對話 會怎麼樣 你怎麼會在這裡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呢 因為攝影器材一直出問題 導致我們不得不中止拍攝 那在錄製過程當中呢 也有一些靈動現象 那兩位老師有什麼看法 其實他裡面的靈其實都算是和善的 都是和善的 那他們都是在旁邊會觀看 我們在幹嘛 其實他就是有點在 像看電視看戲的那種心態 因為我們沒有惡意 所以他們也不會惡意覺得說 我們對他們怎麼樣 所以touch到你之類的 剛剛在做照片 我有比較注意那個燭光 那確實他的晃動真的蠻大的 我更期待那個照片會做 會有其他的反應 所以我就一直盯著他 接著我就一直想要跟他對話 其實他這次會影響的 為什麼你會一直想跟他對話 他會影響你的思緒 然後你會一直想 你會一直被他慢慢牽著走 慢慢牽著走 然後你的頻率會變得越遠 到時候他就可以上升 對 是這樣子 對 所以為什麼你會很想跟他對話 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他就是慢慢影響你 慢慢影響你 然後你可以跟他講話 跟他講話 講個講之後 他就磁場對照之後 他就上升了 所以我會想跟他對話 純粹是他 是因為他影響你 喔 對 哇 今天兩位老師的講解真的是蠻專業的 那也期待下次我們再跟兩位老師一起合作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分享加按讚 還有加小鈴鐺喔 掰掰 掰掰 謝謝訂閱喔 記得訂閱